看你會覺得出漫入國的感覺 出漫入國的感覺 出漫入國的感覺 要不然我會覺得不改 因為我會說 我們是大後輩的說 平常如果我剛沒有聽到 你先走進來 前面對著辦 那我日曆怎麼拿 不過你還到 他可能沒有找到 你只有指揮公司 你只有指揮公司 那是幹嘛 好啦 阿學好嗎 喜歡的人一起打 可以啊 我在等我先帽子 沒有沒有沒有 我等一下再下去 所以我先 那不然我先給你 我可以的話 那我以為你到直接 那我的那 我剛才講 我怎麼知道 那我等一下再拿一個環 我再拿錢給你 那哪有錢啊 你給我錢 我再拿大貨的給他就好 用錢 那你給我也 欸 等一下 現在你其實 你要A大貨的話 我們剛才把他都斷了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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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 歡迎大家參加 2020佛門載電論錦標賽 我是輪牆比賽組織的金蓮 本階賽是由中國國民黨青年團主辦 中華電論推廣協進會懲罰 首先介紹本次比賽賽制 本次比賽才新式奧二綱五五四整分指 也就是生論 只需五分整 結辯四分整 沒有額外三十秒的管理時間 計時人由辯識發言請開始進行 因發言之辯識進行組織唱名後 若有三十秒未進行發言 計時人將強制開始進行 指示台將在時間兼滿前一分鐘按理一下 請示範 請示範 當在時間兼滿前三十秒按理兩響請示範 當在時間兼滿後按理三響請示範 屆毀排商電視解決立發言 本次比賽中禁止使用比記型電腦 及旁enez幣 本次比賽一律有版 剛開始節電 福利關拖簽 接著介紹本次比賽變級 本次比賽變級為 我國全國性公投公告成立後 一個月之六個月內 若有全國性選舉已經合併出行 我國全國性公投公告成立後 一個月之六個月內 若有全國性選舉已經合併出行 再來為各位介紹擔任本期比賽的臺灣 在本期 左手望的是劉振武先生 各位好 劉振武先生是企業律師 在本期 正前方的是張乃剛先生 各位好 張乃剛先生是貪重體能組分有限公司健身教練 在本期 右前方的是張正晴先生 大家好 張正晴先生是中國國民黨化團隊委員會主委會主 接下來介紹正反雙方電視 正方有1000個晚安安熱 正方一變 歐兩月 各位好 正方二變 周偉達 大家舞來 正方三變 秦偉鄉 大家好 一變由正方三變 男人 反方由南門長不長假看正題 男人 反方一變 周泰寧 大家好 反方二變 周文綺 各位好 反方三變 吳成哲 各位好 節電由反方三變 男人 最後提醒大家 請贊同作為與比賽全程政策配戴服裝 為了文復比賽秩序 比賽中請勿鼓掌喧嘩 並請將手機關機或調成靜音 比賽將於零響一分鐘後正式開始 敬禮大家 請把背景消滅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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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大學會不會有問題 可以啊 這次請看實行不到關心 他沒曉得也憑中文大學 快遍 他快遍也憑過 他憑中文也打到的平面 上仙人,民主黨會實行 各位好 公投是直接民主的實踐 其在當代民主政治體系中有著不可或缺的重要定位 卢梭成說人民在代議室的任期之中宛若努力 在下次選舉權只能任由其為所欲為 此時就只能依賴公投制衡代議政治 在我國憲法中第二條規定主權在民 第十七條規定創制副決權都是公投的憲法基礎 而在公投法研格中共經歷了兩次修法 在一七年的修法中 主要針對提案與連署門檻大幅放寬 且讓通過門檻從投票率與得票去雙二分之一的高門檻 下收為只要投票同一票超過25%且多餘反對票即可 同時在該年將原先公告後一到六個月內遇到大選得綁大選之規定 為英綁大選 也正因為此次修法導致一八年大選合併十項公投案的狩況 然而在一九年時基於前一年選舉的慘況 又一次修法禁止公投綁大選 而是在2021年起設立每兩年一度的公投年 在該年挑選一度進行公投 正好錯開四年一度的總統大選與現實講選舉 然而我方認為一九年的修法是傷害民主的舉措 理應修正回一七年的版本 使公投英訪兵大選 理由分數如下 第一 採取我方制度能增加投票率 公投本身並非吸引人民關注的選舉 即使在一七年挑戰門檻後 使公投通過人非議事 以一八年大選為例 該年也是公投最熱絡的一年 然而其投票率仍只有五成左右 遠低於大選的七成多 一五成的投票率為基礎 封上烏烏波的議題 才能剛好越過25%的門檻 可見 倘若在使投票率下降 將重回過往秒紅公投 看得到了吃不到的困境 而根據資料顯示 理大選合併公投是個能夠增加投票率的方法 根據蘇里斯大學2015年的研究 其調查的瑞士從1980年到2011年 所有的公投樣本發現 倘若與州長選舉同時舉行 將使公投的投票率提升近90% 無獨有有 在慕尼黑大學的研究也表明 低關注度的選舉與高關注度的選舉合併舉行時 可以提高雙方的投票率 例如在2014年州長選舉與 歐洲議會選舉同時舉行後 成功時投票率提高10% 讓我台灣經驗政大論文也表明 從1992年到2012年間的數據顯示 低庫光度的地方性選舉 會因與國會選舉同時拉抬而提高投票率 做上所述 無論從他國的公投並大選 或我國的低階並高階選舉經驗竟能表明 合併選舉將有助於提升整體投票率 而這樣的投票率提升 除了使公投更可能被通過外 不至於回到鳥籠公投的慘狀 在英南上也代表著通過的政策有更高的正當性 人民也更是為自己的選擇負責 更符合民主的精神 經濟學人每年都會公布民主指數 台灣的總表上近三年都能獲得 平均7.5分以上的成績 然而在政治參與此項目上 卻只有6分左右的表現 在去年榜單中 台灣總排名世界第31 然而政治參與此項目卻只排53名 甚至是為肯亞伊拉克爾的第三世界國家 因此被評價為有缺陷的民主 根據經濟學人的解釋 投票率的高低會影響政治參與的排名 可見投票率高對於民主化評價有密切的關聯 且台灣也迫切地需要提高投票率 也難怪中研院政治所務聰理教授的執言 縱使投票率達7成以上 繼續提高投票率仍有助於提升統治正當性 第二,合併選舉有助於節省政府經費 根據自由時報報載 依照中選會的推幅 若單獨辦理一場公投案 選屋成本也花上近8億 然而合併選舉後每一案只需5000萬 中間有16倍的價差 而這樣的成本落差 可以具體轉換在選物品質的提升 包括人手增品、投開票所增設等 對於民主發展也更有力 第三,合併投票能夠使人民 減少參與民主的成本 慢慢人民選擇去投票 便會付出選擇參與政治的成本 無論是金錢或是時間 就會對人民的生活產生影響 尤其對於經濟弱勢造成的壓力 又最為顯著 公民組合調查便指出 若是一位住在台北的高雄青年 光是一次返鄉投票 便是付出半個月50倍的成本 台灣民主基金會的研究意表明 投票距離的成本 並非為不足道的小事 尤其對低領、白階與藍領階級 選擇反鄉投票 將付出對他們而言相當沉重的成本 若是公投不與大選合併舉行 將使人們付出額外的成本 在選擇參與政治上 無疑侵害了人民的財產、自由與時間成本 最後,合併選舉有助於提升政策討論品質 因為與更大的選舉同時出現 促使人民關心政治進行民主參與 實際上,根據前述蘇里市大學的研究表明 在公投與大選同時舉行時 會使選民更不輕易地做出決定 同時能夠使選民選擇主動搜尋資訊的行為 增加三個百分點 當選民不輕易隨迫主流法 願意蒐集更多資訊來做決定 當然是我們更樂見的民主樣態 綜上,我方認為公投綁大選 能夠增加投票率、尊結政府開支 減少人民政治參與成本 又提高民主參與品質 因此,我國應修正公投法第23條 使公投能夠綁大選 並且修正公投法第12條 加元先等到長安後使勸進行的電視辯論 在提案階段就進行 以促進能力討論 謝謝 我確認一下民方的論點 民方的論點 其實我整理一下 應該是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民方認為 合併選舉有助於投票率的提升 只有兩個推論鏈 一個是因為總大選會拉抬關注度 第二個是因為反加投票的成本下降 所以會增加投票率 第二個利益是會減少政府的經費支出 第三個利益是會增加議題討論的品質 論證的方式是人民會主動增加搜尋量3% 在投票率那部分 我們有特別強調的利益價值上 我們在意投票率 了解 那確認一下民方的制度的具體細節是 1到6個月之內都一定要 承擔都一定要綁大選 對吧 那我問你喔 如果他是在大選距離6個月以外的 比方說距離大選一年 這種時候的公投案 你要綁大選還是比照現況的公投日 在每兩年一次的8月底舉行 這個時間我們就不會讓他綁在大選上面 不會讓他綁大選 所以你要保留兩年一次8月底的公投日 跟現況這個部分一樣的 再來確認一件事情喔 您封在制度上面還有其他要調整的地方嗎 我們依辯导最後沒有講說 我們會把辯論會 那我確認一下喔 在承擔之前都要辦辯論會這件事情 你知道去年有38件公投案 其中只有10案承案 這38件都要辦無場辯論會對不對 對 這個經費支出是由政府來支出嗎 是啊 好 政府支出 那我先確認 你的第二塊論點在談 政府的選入成本會下降的部分 是不是在這個地方 其實還沒有納入這個制度新增的厲害 我們稍微把那個數字講出來跟你講一下 就是剛才我們就說 就是我們在有合併跟美合併的狀況之下 價差會有16倍嘛 5000萬跟85倍 然後呢 然後我們就是我們有評估過這一些 所謂的辯論會選出 就是移之後我們的選手他辦理辯論比賽的經驗 辦完一個比賽 好沒關係 其實在這個地方你發揮沒有簡直的 就是他總是確認 來我先確認到後面 你知道38乘5是190嗎 你要把190場辯論會經費 一方後續要納入比較 再來確認喔 在中選會前主委的自己的言論當中表示 其實在2018年合併單獨辦理選舉 實際選舉需要17億 合併辦理也是17億 所以實際上沒有節省成本 他是不是說其實是因為額外要加量 沒有這樣說 然後再也就是說 就要選合佈花費15億之後 再加上要另外吸引教學最擔任的加量 最加強是17億 我幫你解釋為什麼會有額外的 我可以現在跟你解釋成本支出 為什麼在2018年會是一個特例 我幫你認為往後不會發生 因為在那一次其實不是特例 但沒辦法在後面可以跟你解釋 再確認一方蘇黎世的那份資料 是怎麼樣自論證的 那個3%是他怎麼樣計算的 我想確認一下 他有解釋他的推論鏈嗎 有 這份資料他基本上是用統計數據的方式 結論是他會主動去搜尋諮詢對不對 增加3%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份政治知識測量的期刊 他表示在搜尋網路選舉的新聞頻次越高 實際上對於政治知識的了解度是越低的 對嗎那這是什麼東西的資料 這是我看一下 那它是一份期刊 選舉研究期刊第21期 好先確認到這邊 民眾主動的搜集資訊 實際上會不會對議題更了解 是不知道的 這份資料 我跟妳講一下這份資料 沒關係 我先確認我資料沒有念錯 妳沒有念錯 但妳應該是我解釋我的資料 因為我們在對應這兩份資料在哪裡 好啊可是我在 不是我的資料成立的情境底下 我聽懂了 你說我們的資料會導致你們那樣子 大家認識下降的結果 那就好啦 但是我們來 這份資料在講的事情是 因為現在會吸引很多人去 我說總體上面要去 我來往下確認囉 你怎麼樣評價總統的 或其他立委的這個言談 會拉抬議題 人民對議題的了解 或他提供什麼樣議題的資訊 來提升人民的關注度 妳有沒有具體的個案 可以借我方看一下 好 妳多多問 那同時借我方舉個個案好不好 在當初2018年的時候 李嘉芬就在上節目的時候 被問到這個共同的問題 就公開的表示 現在小學六年級都在交信高好 三年級都在交綱交 所以確認一下 這時候有時候拉抬 是不是反而是一件壁害 因為他就獻給民眾是假的 因為我們要往後看 這個事情 他假設是釋出的 同一份資料 不要賭 他說教育部長 潘文中特別召開 記者會跟陳公眾表明 這個東西是假的 不是真的 這是我剛才說的促進議題討論 在這份資料他說 台大說是論文 研究2012年總統跟立委 合併選舉之後發現 在合併選舉的情形底下 立委的曝光 新聞曝光度 跟208年底下降了30% 他現在講的是 總統跟立委選舉 大家比較在乎總統 你方自己的舉證 也是立委跟選舉的時候 會拉抬投票 所以我再問你的事情 立委跟總統 我方還有全國性公投 我重要 我再問你 小的選舉跟大的選舉 合併執行的時候 他對於議題的關注度 反而是被稀釋的 這件事情 你方後面要解釋跟比較 我知道他有可能 我確認到這邊 你剛才有三塊論點 你剛剛沒有要聽我的解釋嗎 沒有你剛剛沒有在解釋 我現在要跟你解釋 那我講話 各位好 討論公民投票的制度細節以前 先解釋公投在民主國家的定位為何 中華行政學報指出 民主從雅典時代走到近代 為避免直接民主造成的多數暴力 代議民主逐漸成為各國的主流 如美國、日本、荷蘭等民主國家 皆從未舉辦過全國性的公投 可見公民投票比非民主的必要 大多數的國家 將其界定為制衡代議的手段 而不是政治運作的常態 相比於行政立法間的雄恆公投 公投的直接民主無法討論修正的細節 也沒有權力分立的有效制衡 為避免代議與直接民主間的失調 公投成立門檻有其存在的必要 若議題乏人問津 本就無需交付直接民主解決 反之當代議政治失控的時候 透過多數人民的直接意志表達 作為抗衡 才是公民投票存在的真正價值 而我方比照現況選拔法的規定 每兩年與八月舉行公投日 而公投必須與投票前九十日成案 才會在本次公投日舉行 先談正方成案至公投日最短僅一個月 將會導致議題資訊揭露不完全 我方可以從三個面向來證明 第一 反對方以提案方相比 準備和累積勝量的時間不同 難以擁有對等的資訊揭露 地頭公民基金會就指出 以何養育公投敢在最後一個月的時候成案 相比支持方已經累積勝量許久 反對方只有最後一個月的時間 根本來不及回應任何問題 連東西都還沒準備好就要投票 我方剛才還知道 對方沒有在這邊修正制度 要他們提前準備 但坦白講這些提前 這些提前準備的成本 或是因為公民團體本身是有人力配置的問題的 環保團體本身對很多不同的環保團體 都有設列 所以如果他幫 所以算是從政府出錢 要請人家的環保團體來當電動會的反方 其實他們也會影響到他們其他相關議題的人力的配置 對方來講也是一種關注的損害 這個也是對方沒有需要損害的筆骸 第二個 時間過短的話 會使經濟跟政治力量的差距成為得票的關鍵因素 因為在短期的選戰中 快速的將議題傳遞給不同的人格外重要 一旦時間緊湊 原來就握有政治網路或財力 可以動員人力的一方 往往能夠取得莫大的優勢 台灣民主機開始指出 同婚公投中挺同胞無管和過去一樣 進行長期漸進的社會對話 必須在短時間內盡可能接觸到最多人 但是在資源有限沒有強力組織的奧援下 比一般的選戰更加仰賴網路與媒體 然要反同胞砸下重心買電視廣告 透過宗教組織綿密動員 確實取得了比支持方更好的成效 公投結果最後也有反同胞大勝 也因此憲政時代季刊的指出 公民投票的審議時間越強 可以緩和財力組織等政治資源上的落差 對公民投票的影響 有助於公平化直接民主的政治競爭 第三 實際倉促使行政院立法院無法提供 充足的資訊 讓民眾了解公投通過或不通過的法律效果 台灣法學雜誌就指出 要行政院和立法院在一個月內完成法案評估 根本是天方夜談 2018年的結果就是立法院根本沒有寫出意見書 行政院則在倉促之間擠出連摘要都沒有 不清不楚的意見書 這方是要提前舉辦 但他要意識到提前舉辦的話 意味著行政的成本會更高 如果同樣都是三個月 我只要就成案的公投提意見書的話 行政院的感覺是足夠的 但在他方的例子裡面 他要提38個意見書 跟辦190場的辯論會 預防多很多還是一樣會有成本上的問題 跟來不及準備的問題 所以再往下講下一件事情是 這就導致很多民眾 根本就不知道投票的效力為何 就一股腦的進入投票所 這也難怪台大政治系的教授網頁力就指出 這是公投成案於討論的時間太短 很多民眾對議題不慎理解 公投因此失去了它的意義 那再來是公投把大選造成的問題 公投把大選是將兩個不同類型的投票共同舉行 票軌增加跟黨辦的需求增加之後 重複兩次驗證領票的過程 都會使投票的時間大排長龍 台灣法學教室期刊就指出 2018年公投綁大選 縱使中協會極盡所能 仍難以避免大排長龍 新聞就報導有七成七的投票所到下午四點之前 仍然在排隊投票 不少民眾為了投票要排隊多一個小時 一個多小時 而美國投票的經驗也發現 排隊問題難以用配刀措施處理 美國在2018年組成研究會 國會跟發款三億四千萬美金 給各州改善選舉的設備 人員跟人人訓練等等 誓言要把排隊時間壓縮到30分鐘以內 結果還是大排長龍 排隊接近五個小時 這也難怪前中選會主委指出 中選會對於2018年的排隊問題 當然應該直線 但更重要的是公投網大選 才是大排長龍的主因 又因為學霸法第五十七條規定 投完票應該要馬上當中開票 以避免選舉舞弊 顧大排長龍的時候 就會出現邊投邊開票的狀況 監察院的新聞稿就指出 邊投邊看起跑效應 將會使選舉失去它的公平性 除了大排長龍以外 公投網大選會使選務繁忙 整體的選舉現場更容易出包 監察院和中選會就指出 2018年公投網大選 使工作量與工作時間倍增 有經驗的選務人員參與意願低落 最終導致三分之一的選務人員都是首次擔任 而正因為許多人都是首次參與選務的工作 所以均意規定贊家獎金 但都沒有實際的經驗 導致選務上有所疏失 而這些選務疏失的種類很多 但我們特別想談較少人關注議題 那就是原住民族的投票權益 監察院新聞告的指出 2018年投開票所發生 三地原住民選舉票 誤發為平地原住民選舉票 以及未查核原住民身份而未發幾 原住民選舉票的事件 對原住民族群而言 本身投票人數就少 一旦發生錯誤影響也更嚴重 所以我方覺得不應該和平舉行 謝謝各位 沒有沒有您好 確認民族制度 民族有要變動任何現況嗎 沒有 有一次現況 那民族有兩個論點 第一塊論點是認為 選舉只有一個月的審議期不夠 沒錯 第二個是認為說 因為大量的集中公投案 會導致大排長龍 導致延後投票的狀況 大選 那我覺得我們這邊先從實然開始來念 這份是陳英前 就是前中選會主委 他在大選完之後的結論 他說這次之所以會有一些特別的個案 包含了在這邊 就是他說今年的狀況是因為 2017年才修法公投法通過 那18年大選的預算 在17年就已經編完了 意思是在2018年那四個大選的時候 只能被迫動用第二玉備金 那被迫動用第二玉備金的狀況之下 他就得看行政院臉色 大軍未動兩朝先行 沒有明確的經費 很難辦理公投局不違講 對吧 所以就是那一年才會發生的狀況 那麼聽我解釋 這份資料我也看過 問題在於 如果你公告成立 在一個月前才能確定的話 他無法在事前有效 預估到底要辦多少 這邊很簡單告訴你們 是經費的使用 經費有沒有在前一年先規劃 會影響到他的行政效果 但問題是你不可能前一年就規劃 當年公投要辦多少 所以當初中選會的 我先多退少股嗎 你預算編多一點 最後決算的時候 沒有編那麼多就OK了 沒有多退少 我先把資料念 那在未來的經驗上 他就不會是首次參與 這是不是也是會影響變贏 因為我的論證是 以往有經驗的參與人員 因為大選榜公投 選務工作很煩重 不想回來參與 所以我相信 我也覺得 在你的大選榜公投之後 仍然有經驗的參與 他告訴你說 今年後行政總處提高選務工作今天的時候 就找到人了 對 就是因為這點煩嗎 加錢找得到人 就是因為找不及才要加錢 那加錢了之後就找齊了 問題在於現在有經驗 今年做過之後 發現這個工作很累很煩 就再加錢了 奇怪了 你就要一直加錢 這比錢是這些人願意接受的成本 明年下次這個錢 就代表他願意接受這個價錢 好沒關係 我在實然問完了 我們的經驗告訴大家 就是 為什麼會搞到他們自己都是沒做過的 因為有做過的人不想 我在實然問完了 2018年的狀況在未來不見得會發生 再來跟我問 好來看殷然的部分 殷然的部分一分論文再說 例如說 德國聯邦法院就認為 投開票就開 投完票就開票 就是邊開票邊投票的狀況下核限 對 但這不等從於他對選舉的公平沒有影響 這還是厲害 既然德國的聯邦憲法都認為 邊投票邊開票是核限的 零方覺得核解不等於沒有避憾 好你要覺得他是避憾 就必須要進一步的去論述 我有說他不想了選舉的公平性 公平性怎麼樣 為什麼這個公平性是一個不能被接受 例如說現在台灣也允許出口民調 台灣人一出去之後 如果做成出口民調 那也可能影響到後面的人 的投票選舉 因為你下午一點的人出去被反問 就會接受這個出口民調 台灣現在沒有立法 禁止出口民調 可能代表了我們現在的法體性 允許或容忍這樣的風險 反過來說 比如說選舉當天 目前的選舉規定是希望不要表態你要投誰 選舉當天不要有格外的支持選擇 我都就是希望能夠 你沒有不能跟你說其他的時候你投誰 你只是在投票數那個範圍內不要宣傳而已 對 為什麼 因為他希望你的投票可以 就是完整的 所以他最優惠的是 容許風險 OK然後我進一步的去問 如果你真的要避免這件事情 是不是進到排隊的領域裡面 你不要讓他使用手機就可以了 解決問題了 那你要嗎 現況下本來就是你進到投開票數 就不能使用手機啊 但是他有一個規定的問題是 他進到投開票數他就可以排隊 這個時候使用手機你會被抓 但現況下我們取締的嚴格一點 讓他這個時候就不能接觸 那你是不是就能避免 那我確定你要變動制度 你只要在排隊就不能用手機 現況下本來就進到投開票數 就不能使用手機 對 你只會知道會有氣保效 就是因為還在排隊 已經看到了其他投開票數的開票結果 所以在排隊的時候看手機改變投開 我方實然跟陰然都問完了 我方進你的第一塊 你方覺得審議時間不夠長 你方從一個月跟我方的三個月做比較 對 那我方的世界底下有 提前在六個月的時候就辦理辯論 這件事情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地方你就要額外承擔 因為要辦案件就很多 我方要承擔你 我方要承擔你 你要去説明你的事 對 我們兩邊制度要進行比較 對 那我方進行辯論的過程當中 可能會使某些案件 因為辯論的出境 所以導致大家提前發現他有問題 你至於他最後沒有承擔 邏輯上也有可能 這不可能行 那最後就不需要真的進到投票階段 我們比較早就發現這個案件有問題 你的意思是如果有 就是公開投票之後 你覺得如果經過辯論之後 案件數會變長 有可能 那再來是 我方其實覺得成本 一定有錯嘛 成本之後是要反映回選擇品質 所以成本提高的問題 本身不是問題 來 像你覺得討論之後 案件數會變長的話 好 那我覺得其實可能跟前面的地方 有一點點的毛病 除了成本之外 你方怎麼比較 我方的制度跟你方的制度 選民的資訊反應 跟政府的資訊反應 的能力是比較好的 來 我的證明有兩 第一個是 在一個月的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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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下心反應 那些事情 你要我們查 你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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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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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對方變有事業底下必須要付出更高選擇成本 而這個成本在合併選舉的狀態底下 對於人民而言本身是可以節省和不必要的 所以在這個狀態底下 對於人民而言他就算去選擇投票 我發現也覺得他是在對方變有事業底下會有傷害 那第四塊論點 在反映資訊的部分 剛剛舉了兩個東西 第一個東西是指 他方有份資料說你搜刑越多 對於統計下來人民的知識 那些人民的知識對政治知識反而越低 但這件事情在英國關係上可能相反 就是因為我從一開始是完全不了解政治的人 所以我如果要完全了解一個議題 我就必須要搜尋更多的資料 所以統計上面 對方如果沒有排除這個英國關係的病因的時候 就不知道 對方資料就不能直接告訴我說 搜尋不代表對於人民的知識有所進步 就如果我是一個對於萊克多巴英有理解的教授 那我就不需要在萊豬世界的時候 多搜尋一些相關的生物化知識之類的事情 但如果我是從頭不了解 我可能就必須要從最基礎的這個東西是什麼 跟這個東西對人體有什麼影響 開始了解起 所以在英國關係的狀態底下 對方沒有那份資料沒有排除 第二件事情是 對方沒有在 立院跟總統同時選舉的時候 那 立院的媒體曝光度會下降的事情 但事實上那份資料本身就有在講 就是如果是因為是立院跟總統一起選舉的情形 會有所謂政黨總統化的狀況發生 什麼是政黨總統化 就是 總統在整個選舉的影響上面 比起原本的分開 比起立院跟總統分開的選舉 對於整個政黨影響力更強 那 政黨影響力更強的時候 他就能夠把自己多餘的資源丟進 而 相關的總統選舉 而不是選擇丟進立委選舉裡面 在這個狀態底下 在公投就不會發生的 就是 在公投跟 總統大選的時候 他其實不會有政黨總統化的事情發生 所以整體而言 這個案子不能直接告訴我說 在曝光率上面 在公投跟總統一起合併選舉的時候 公投的曝光率本身是假的 好 回應完 反方對我方的攻擊 回過來看 對方沒有世界底下的地下 曝光率一開始告訴我說 在 他在說 就是會對於那些 時間的因素影響 會對於那些 民間團體或比較弱勢的反對方 有所影響 因為他們沒時間準備 然後他們還說 就算提前的辯論會 也會影響他們時間配置 但 坦白說 影響他們時間配置跟人力配置這件事情 本身不代表他們的曝光 跟本身不代表他們是屬於弱勢的地位 就是 我如果能夠在連署階段 就提前告訴你說 不要投這件事情 不要 不要連署他們 他的提案本身有問題 對於那些民間團體而已 他們在意的那些民間團體而已 可能也是在後階段的時候 在確立成案階段的時候 可以少一點的節省成本 跟宣傳成本跟支出 那在這個狀態底下 我知道淺階段 他們會必須要花出一些時間的 花出一些時間在人力配置 或者是宣傳上面 但這件事情本身在整個 公投議題的狀態底下 也對於他們也搞不好是節省 就你可以在更早在人民被灌輸之前 就先告訴他說 啊 我們看待這件事情 應該是要踩我們的方向 對他們而言可能是一種好處 所以 影響民間團體的力配置 對我方而言不是一種厲害 對我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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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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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從你覺得我落空的那個點開始 你說大家回去的成本會降低 推論是什麼 就是他不用多回去 不用多回去 對不對 來跟你算是關鍵一下制度 如果你今天這個 承判的時間是在一到六個月之外 還是要辦公投日對不對 對 所以你的世界裡面有可能是公投日 跟大門他都要回去 但我方 你怎麼證明會更少 不是 但我方是 你如果合併辦你的案子他就不用都會去到 對不對 對 所以重點就來了 好 如果他沒有在一到六個月以內 他就可能會辦在其他時間 沒錯 對對 所以如果辦在公投日你就沒有證明成功 他回家吃會更少 沒有問題吧 那我方公投日舉行就不會這麼頻繁 就是有些 可能 因為他是兩年固定辦一次 不是 兩年固定 大選跟公投日都存在 兩年固定辦一次 兩年固定辦一次 如果他沒有案子 他 先聽我解釋 我知道你想要解釋什麼 我這樣問會比較清楚 你有沒有想要證明沒有共和一案 會出現在一到六個月以內 我方會影響 我方想說的事情是 在我方制度底下 如果你真的完全不想要辦大選 那的確他會多出來 再乎在一到六個月以外議題的人 你就覺得他需要負擔比較多的成本回去 沒問題吧 謝謝 第二個問題 我方制度底下 就會有那種 因為這半年 針對氣保的部分 你的主張是他核線對不對 對他核線 我要蓋核式跟不蓋核式都核線 代表他力大於幣或必大於幣嗎 不代表對不對 核線實在沒有低於一個低標 不能夠說明他不是厲害 你如果要 額外承受 他不承過核線本身還有其他幣 還是您發 對對對 我方制度 我方制度 往下外 下一個問題 我在這邊跟你記不確定 你到底有沒有要禁止大家排隊的時候用手機 短線的時候就禁止了 不是 我在選舉外面 你排很長 排四個小時 不能用手機 你不覺得這樣 會降低大家的投票醫院嗎 你要在那邊等這麼久 四十分鐘到四個小時 然後你不給他滑手機 你確定你要把這個製作 現在如果你進入投票區 15公尺內 不要對15公尺以外 能不能用 因為如果他能夠在15公尺以外用 我覺得表示會受到氣保效應的影響 那可以吧 所以可以用 所以會有氣保效應 對我方而言 氣保效應 就不會影響 就不怎麼影響公開 沒關係我先確定 所以你沒有要改這個支出就好 來選物成本的部分 我確定你說能夠節省8億 你說這個支出很大 我先確定 你怎麼證明 你辦了這個公投辯論會 他的錢會比起你 額外增加的支出來的少 你怎麼比較 因為你應該要比較完 選物成本這個利益才能夠收 你怎麼比 就 在現在 來實戰在哪 實戰最快 來實戰在哪 在8.5億的 8.5億的 本身就包含了 就包含了 就是選舉辯論法 因為你會增加選舉辯論會 所以8.5億會增加 我在統計 我在統計 整體而言 就是這個 這個公投 我給你30秒 這個要上來了沒 我在統計公投 謝謝下一個問題 我確定這部分 選舉辯論會本來就包含了8.5億 所以選舉辯論會本來就是 我邀請你做的是 增加過後 跟聯合的履歷 你有沒有證明比較多 下一個問題 來 你剛剛說網路知識的部分 我發現那份資料不夠精準 我先確定這邊的舉證責任 是你要證明 增加3%的搜尋量 大家的討論變得更高 對不對 我先確定你有沒有任何一份資料可以證明 搜尋量的增加 必然代表大家的政治知識增加 我先證明至少人民會去搜尋 我知道 你要證明的應該是政治知識增加 才是利益 單純的搜尋到底是利益還是利益 應該要後續評價 對不對 我不知道有沒有任何資料 單純搜尋本身就代表 我沒有參與這個公共討論 這樣我要比較大家的利益 來來來 我確定 你不想參與這個主持責任 沒問題吧 我剛剛懂你 你在問什麼 你懂了 你剛剛要說的事情是 客觀上 大家會不會更接近所謂客觀上的真實 但事實上 這件事情在討論政治參與的時候 本身就不那麼絕對分辨 沒問題 我先確定 因為你不想復職 你想要退到前一個層次去談政治參與 對不對 好 沒問題 我就來跟你討論投票率 投票率只能分兩個層次 我先處理十來個部分 你提了一個舉證告訴大家說 現況下 國際比例說我們的政治參與低 他說的政治參與低 到底是投票率低 還是其他部分低啊 投票率 我要看資料 因為你剛剛自己講說 台灣的投票率有70% 你居然說他的頻度是這個 就是有教授 我幫他還有額外一份舉證是 有教授說 70%的投票率 如果再增加台灣選舉的政黨性跟 不是不是 其他的部分能夠 70%能夠變得更高 跟現況底下過低 是兩件事情 我想要知道他絕對低的理由 是不是因為投票率 你剛才我們沒想說 不是越高越好 就我方已經提證了 政黨性這件事情在 越往高越好 我確定喔 在你的理解裡面 如果我今天廢除了18歲的門檻 那18歲以下 你都能夠投票率會更大嗎 18歲以下 對我廢除18歲的門檻 所有人人數增加了 每一個人都能夠投 他不是投票率 因為你會增加盟體 他不是投票率 沒關係我確定如果增加了 你怎麼評價 如果增加 對18歲以下的人全部都去投票 投票的人數變得更多 看你的18歲以下到哪裡 就是你如果要通販的問 我全部都問你18歲以下到一歲 好不好 人數增加了 可能不是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數字的增加不必然代表你 你那個東西不是投票率 這段面 你會不會投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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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投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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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這兩位 先說你比較不重要的單點 議題在成本 以及是否會減少 人民回去的成本的部分 在節省政府經費的部分 實際上的不較值 都沒有錯的內分 這2017年中選會的預估 說會有八億跟五千萬之間的差距 然而實際上的中選會 執行完之後的評估是 無論單組舉辦要花17億 還是合併舉辦要花17億 其實是一模一樣 完全沒有實際上的落差 因為他額外舉辦的時候 我們剛剛有講 要找很多的人力 新的人力 舊的人力不想做 你要花錢來去找新的人力 這件事情在首職的時候 其實也承認 他也說要花更多錢 你找人力沒有關係 所以整體的人成本 根本就沒有下架 根本都沒有要舉行辯論會 他講好像是高中辯論會 那麼簡單 一樣完全不是 因為在這次的辯論會 其實你要去找電視台合作 你要給電視台錢 你要辦人來講評 或你要找人來主持 然後你要往就是 就是世界往台灣播送 這些種種的成本 全部都應該納入考量 但是都讓我自己身為一個制度設計方 這麼輕鬆地想待過自己的解決力 回頭過來 這段我講回家的成本其實非常奇怪 但是在我沒有世界底下 其實就是 我一次回去投公投加八岸大選 一次回去投兩岸公投 可以理解嗎 他也說有兩次投票 只是一次是大選榜公投 一次是公投 在國防世界裡面 是一次公投一次大選 所以實際上大家都要回去兩次啊 完全沒有任何的差異 中間就只不過是 你去回去投票的那一次的時候 你可以順便投公投 還是你要在 你剛好是個比較不幸的那兩岸 你需要在八月底的時候再回去一次 事實上大家都一樣要回去兩次的成本 那 回顧我過來講比較重要的地方 你是在講議題討論 以及投票的部分 都沒有談到那個議題的討論 我一直有論證 其實理性的事情 都沒有完全沒有要論證 討論的品質會上升 他只在論證 人們可能會主動要尋找資訊 最重要的還是要看 人民搜尋資訊之後 找不到的資訊是什麼嘛 路方在這邊問的是什麼 是你綁公投的時候 他可能會出現比方說底加分 他會帶人民出來講一些錯誤的資訊 更何況還是我方自己本身論點所在論證的 在反對方弱勢持方 以及中立的行政院議法院 沒有辦法呈給大家完整的意見書 這些事情都是人民縱使主動去搜尋 他在資訊上依然會有落差 方便唯一的工坊是 他會事前辦辯論會啊 可是不是 辯論會沒有辦法完全的米平 這些種種的準備所帶來的落差 在反銅跟挺銅的例子裡面就會是 我可以砸大錢去買廣告 我砸大錢買政府廣告 而挺銅方可以幹嘛 我就只能上街頭 想要一票一票的拉票 這種時候整體而言的那個差距就會出來 因為在我那個一步一步一腳印的過程當中 我需要更多的時間 來去完成我對於民眾的宣傳 所以這種縱使我可以在事前辦幾場的辯論會 這些人其實老實說也不會有人名來聽啊 因為他們沒有想像一下 38案成員我就是190場的辯論會 190場不知道會不會成案的辯論會 為什麼會有人名來聽到沒有 其實也沒有論證 所以單純想用辯論會的方式來完全的米平 本來存在的弱勢方跟反對方 既有在時程上面的差距是不可能的 問題是不會有人來聽 二來也是很多其他的宣傳管道 也不是要辯論會方式有辦法米平的 這是為什麼在結論資料上面 憲政時代就告訴我們 所以這公投跟成案的時間越短 地程設定的那個持方 他的力量影響力就會越大 強勢持方財團的整種影響力也會變得越大 好 所以今天到這邊 人們主動去搜尋資料的時候 實際上得到的資料也是更少的 而且欠缺的是那些真正關鍵的資訊 欠缺的是反對方的 弱勢持方的 或是行政院和立法院自己表示他沒有時間 來告訴大家完整的公投結果會長什麼樣子 這些種種對於人民真正至關重要的資訊 所以方面我沒有辦法取得 回頭過來再講投票率的部分 我方便完全承認 最後沒有固然可以取得一部分投票率上升的利益 那是什麼利益 是人民對於那個議題本來沒有很了解 那是因為總統立委的關係 我可能聽了他們的話 然後連帶的去投票 而導致有投票率上面的上升 我方完全要評價這件事情 就不是直接民主應該要做的 最後被我在一開始一片搞的地方 其實講得非常明顯了 他說直接民主是代議政治的制衡跟補充 他本來就是一個審視而不審人的過程 如果按照對方表的邏輯 大家可以因為總統或是立委的一尾效應 對於立即的選擇的立場 而單純的跟代議政治做一模一樣的選擇 那其實完全就沒有再制衡代議政治 你只是再次給了代議政治一個肯定 你這時候反而是更加危險的 因為那些代議士會以為自己有了明明的基礎 我可以直接的跨過代議制本來要的立法程序 什麼例子 就非常都是法國在高樂的情境底下 他每次在立法院遇到這個國會的阻撓 說他做什麼事情 他就靠著自己的個人魅力去辦公民投票 公民投票有八成的投票率 有八成的人可能都支持他 這種時候他不是一個直接民主的 他又不是一個直接民主 真正核心價值的展現 所以單純的要去缺分 講這方面我們在談的那些 本來對議題沒有很充分的了解 也沒有因為共產黨的關係 而對議題有更充分的了解的人 你投票率其實 我反而覺得完全不是定義 反而是你慢下步驟來 你一步一步來 不要讓他跟大選手綁在一起 你要還有九十天的審議期間的時候 讓那些弱勢十方的 可能比較沒有政治資源的那些人 有時間讓這個議題慢慢的去發酵 慢慢的去耕耘 讓行政院可以法院提供給人民 真正重要的資訊才是重要的 現在才是直接民主 應該有比較有時間的 各位 中文維去 團長 分證您好 你們剛才先分證 其實已經沒有在處理 不過是哪些 我現在不就想 那你關上沒有是處理 我先回去討論 你前面 我告訴你 我怎麼會跟你解釋 講完全性的那個 沒有完全沒有 我們現在問你 你們剛才跟我講 審議時間越長 可以使經濟的單譽が減低 審議時間是什麼概念 不是不是 是成案後的時間嗎 那你幫他給我看資料 你先給我看那一份資料 因為那份資料是關鍵性資料 如果他講的是審議時間的話 那我幫他對我傳一下 那我先跟你說 如果他先講的是審議時間 如果他先審議時間 不是只成案時間的話 那我們把辯論會以前跟你們的概念 只是一模一樣 沒有辦法 你要舉證 我要跟你解釋那個利益的差距 舉證 你現在舉證 在公民投票時間 我看一下 公投提案審議與制衡之間的運作時間長短 會與公投程序啟動者的議題 設定成入強弱 呈現互相關 這句話跟所謂的公告成立有什麼關係 沒有關係 他說 從審議機制時間運作的長短 審議機制這個東西不是成案時間底 沒有關係 我們再往裡面走 好了 這份子講寧邦繼續找到 他告訴我說 他就是在講公告 寧邦才能論證 寧邦這一點跟我們的查詢 不然寧邦找 不然就是我們兩邊 在於時間長短 什麼經濟利益影響之下 其實寧邦沒有辦法更多 沒有單純的解問 你還是有 是不是亂的資料 可是你要去解釋 這份子 寧邦可以看吧 這是公投 去年 你要看怎樣嗎 你先趕快講 那他是地球公民基金會的一個 就是寧邦的負責人表達的資料 所以說音樂突然停 我剛剛前面就已經跟你講了 我們覺得他就算前一點 他可能還不能 就是我們剛才惡面生論的時候就說了 他我們提前舉辦評論會 他當然可以提早 提早把成本殺人去做這個事情 沒有人會做這個事情 他本來有很多隔離案要鼓勵 對 我相信這個議題的那一個 解除 不是 他要重新發行很多議題 比方說我是婦女團體 我後面講 可能有過胎 可能有性侵害的防治 對方 好啦 你給我解釋好不好 不好意思 好你趕快講 在立法院的議題當中 我可能有個議案證要推 但你現在辦了這個電話會 我就化學院去準備 就會影響到的 心力金錢時間 所以我們就不會願意去參與 那 為什麼 對方表 如果現在在意這個議題的話 我現在要推這東西的話 我就會去做那些事情 先確認 影響他的本身議題設定 已經是一個避害了 再往下 他這個資源的分散 本來也會造成 他可以關注全部資源的那個十方 之間會有議題的落差 對吧 另外一個十方可以關注所有的資源 但他只能分一半 好 好 來 所以 就你們這個個案而言 我們好像不看 我還有那個同婚的個案 好啊 對 這是地球公民基金會 就是 那一個 你就是 不是 三個月 你放現在拉出來 我們兩邊的差距 一個月跟三個月的差距 所以你放認為對於他而言 三個月的配證 可以簽變成 不是 他寫說對於他自己而言 至少要有兩到三個月的時間 一個月絕對是太短 連真點議題民眾都還搞不行 就已經要去投票 他自己講的東西是真點民眾搞不行 這有跟林方前面講的配置人力配置沒有關係嗎 不是 他前面至少黏在一起 他在同一個過程當中他談 他覺得像台灣的月子中他是被突襲的 只有一個時間來不就回覆 就是 好了他出來 這時候有兩到三個月 那立法院他也是表示這個單件審議 林方還沒有處理這一塊 好 我們這個單件在這個地方 好 我先跟你往回去確認一下 林方在攻擊我方成本的問題 林方一直在講說我方一樣會有 就是包括對於人民的成本 他一樣要回去兩次 對啊 林方應該可以認同 不是只要有公投年就要頒公投吧 就是如果沒有提案的話 那個公投年那個公投年那個公投 林方不是意思也是 對我方的意思是 如果你現在 所有的公投案都一定會到一到六個認證吧 我方絕對沒有要論證所有 因為我方證不出來 但我方就告訴你 在我們前面論證 在公投綁大權狀況之下 更能夠去提到不光多的狀況之下 我方認為應該很多大多數的都會去綁公投 那在這樣一個狀況之下 那剩下那兩岸不是很可憐嗎 就沒有 那就他們自己的抉擇 那是在提案團體的抉擇 我知道 因為那是提案團體的抉擇 那對人民的成本是一樣的啊 就如果那個提案團體認同了 所謂公投綁架 在綁大選的利益的時候 我知道林方說那幾個還是犧牲了 我知道 但是至少 我們兩邊 至少 人民的成本就沒有降低 至少我們兩邊之下 我們保障了一部分人民的成本 沒有 為什麼 林方除非告訴我 全部的都會在公投 不是他會告訴我 選人就是一次會是有公投加大法 我知道一次會有公投 但是這所以人民中過戰 他都要回去養治 選人是 選人是主事發言 選人是上台的 就是 那份不可以的 意思是 英文可以多給 他們 選人是 參議院 請主持各位 先處理對方第二塊論點 不是氣房消音這件事情 在英國上我們說的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說他沒有違憲 對方聲稱這個沒有違憲可能還是有狹職 可是我們來看他的論理喔 他憲法法院說的是 民主國家的成熟選民進行策略投票本來就是正當的 所以公布全國大選的結果是否影響策略投票不必討論 所以他在講的是他根本沒有瑕疵 而不是如同對方所說的是一個有瑕疵的核心的狀況 而且如同我方所講的我國的狀態下 本來就允許出口民調 這也可以顯見我國的立法政策裡面 本來在價值判斷上面就容許投票選民 某種程度上的一定程度被影響 OK這是因難城市 在史然城市我幫你回應 2018的那四個狀況是偶然 包含了因為剛修法 所以預算變不上 我方手指頭都確認過了 包含了第一次沒有經驗的選務人員 到第二次會變有經驗 包含了我們現在可以再念兩份資料 有一份在講說 當年松選會因為第一次安排 錯估了選舉跟公投沒有分流 因為有一些人18歲 他不只能投公投票不能投選舉票 忘記分流了導致卡住 這件事情未來也可以被改善 又或者說當年演練理論上有192次 但實際上只參與兩項演練 所以在說明了當年的這一個亂象 很有可能只是一次性的火花式事件 在未來不會反復發生 所以氣老笑一下 我方他依然上評價他不是厲害 在實際上說明了 他在未來可能不會反復發生 對方在這一塊沒有進步的回應 現在對方第一塊論點 第一塊論點在講說 勝利期變長 本身是個例 但還白講 我方第一個就全的這個例子很不跟屬 問題在討論其實就公投綁大使 那勝利期的長短 對公投要不要綁大使 本來就沒有一定的關係 對方一定要主張這個例 本身就沒什麼意義 退庫論我方也是一一的回應 對方第一個說法是 乙和氧率的狀況 很快速的公布 會讓反方來不及回應 但照對方怎麼去拆解 我方的那個資訊變多三趴 對方講話什麼 人得到更多資訊 有可能反而會越來越笨 對資訊越來越不瞭解 那照你這個邏輯 那乙和氧率沒有被回應又怎樣 就是回應了之後 他有時間回應 反而讓人民越來越笨 資訊越來越低 那你的第二塊論點 你三塊論點不是一樣 一個月政府難以評估 那照你的邏輯 我政府給了更多評估報告 人民服務了之後反而會越來越笨 對一提的了解越來越差 那照你的邏輯 整個結論上 你這塊單點到底想證明什麼 我方完全看不出來 各況 我方對於這個 我方的態度其實是一貫 我方覺得 人民獲得更多的資訊 本身是一個優秀的民主的版產線 理由來自於說 越多的資訊碰撞 就越有機會讓人民 可以去看到 政府真正的本質 那我方對於對方 這三塊單點的拆解 就是辯論會的參議 對方的聲稱是 那個辯論會量很大 人民不見得都想看 對 但是人民可能對自己關注的議題想看 那58個議題裡面 只要38個議題 我可能看東奧證明 看乙和養律 我如果是金山人的話 我就看核電 然後我如果是深奧人 我就看深奧電廠 我關心我關心的議題本身的參與 就是一個進一步的好事 那反過我來講 對方聲稱 把那個審議題從一個月拉成三個月 公告起來 一個月拉到三個月 會讓人民 進一步的想要怎麼樣的去參與政治 對方也沒證明啊 照你的邏輯 如果人民真的那麼被盜 然後那麼懶惰 的話 那你審議題從我方的一個月 跟三個月 可能也沒有實質的影響 所以對方的一個月跟三個月的差距 跟我方的提前辯論的差距 到底真的落差在哪裡 對方其實沒有實質上的證明 所以總體而言 對方的這兩個單點 我方以這樣的成縱去回應 那再來聽到 對方對我方的挑戰 實際上投票率會上升 對方沒有要挑戰 對方要挑戰的是 在殷然的城市上面認為說 這樣子不見得是好事 那我方一變稿就說了 經濟學人跟OECD 都把投票率當成一個重要的指標 那再進一步論 像是 政大的林家河教授就說了 今天如果公投得成了 就如同鄧雅所說的 公投是個代議民主的形式 如果可以被少數人 以直接民主的方法推翻 這不是民主意涵 直接民主應該是民主 間接民主的不足 換言之 今天正是因為他叫民主代議政治的不足 他才不能用很少的投票率 去推翻多數的代議士 所做下的決定 這是第一個學者的論理 第二個論理是 今天的投票率的減少 不是一個平均的減少 是一個扭曲的減少 我方一變稿就說了 今天會因為成本而不出來投票 很有可能是低階藍領 或者學生階級 換言之 這種投票率的價格 會使得 社會當中的其中一種聲音 消失 所以它不是一個平均性的萎縮 它是某某一種族群的聲音 在社會上消失不見 所以這種投票率 反映了這樣子選民結構的扭曲 這是說明了它 因然價值上 為什麼我們要追求這樣的投票率 所以換言之 對方在說 我方投票實在沒攻擊 因然上 我方堵足這兩層說法 你看 林家河教授 認為他彌補外議政治 所以他要有高度的投票率 有正當性 跟 不能因為選民結構 來去扭曲它 所以投票率這個單點上 我方覺得我方有證明成功 而且也說明了 它跟這個體力命題的關係 那再來是在成本的部分上面 政府成本 我方覺得 這項比賽 就是雙方也就不要太真實了 就是 真的我們兩邊都有制度變動 所以坦白講 沒辦法真的有效的去比較 政府花的錢比較多 那個個人的成本部分 講真的啦 就是 問題的差別就只是 今天對我方的人而言 如果剛好 他想要投的那個政策 然後再綁大選年的話 他就可以跟著回去一起投票 那就算我們雙方的利益只差這一點點 我方也覺得都是我方的利益 會議不論 是不是真的有 在我方的事業底下 還會有人 就是公投聯會後有選舉 我方覺得不會 因為對於提案人而言 他知道 綁大選會讓 通過率上升 所以他會積極的想要綁 為什麼當年黃世修 要趕在一個月前死命的 也要拚臉鼠也要拚過 那就是因為 他知道綁大選比較容易過啊 所以在我方的事務底下 到底哪些提案人 會無聊到刻意去避開 一到六個月 根本就不會發生啊 台上邊是主發言 張廟你好 雖然基本的態度 你覺得 西堡效應不是避憾 不是避憾 你樂見其成 是 好 我確定你的態度是好 來 我要確定第二件事情 確定你的制度 在你的制度裡面 凡提案 連署 就要辦公聽會 就要辦辯論會 對不對 他要經過一個 連署通過 然後他 連署通過 大家前面又要有一個 萬分之一的提案 然後再一個 只要通過了萬分之一的提案 要先過那一關 對對對 的話 全部都要辦辯論會 也都要辦公聽會 沒錯 我覺得這樣 然後你的說法是 因為你覺得 這樣可以出行討論 而且議題跟我們沒有區別 而且你方的制度 議題越長 越有助於 讓那個金錢的影響縮小 聽我講吧 那我先確定 我們前面的舉證是告訴你 對地球公民基金會 這種團體來說 一個月不夠 三個月夠 然後對行政院 跟立法院來講 一個月不夠 三個月夠 我確定一下 在你的制度裡面 他們是不是需要負擔 更多的資料 你的資料哪裡說 三個月夠啊 好 等一下 你剛剛不是有說一個月不夠 但到三個月就夠了 來 這邊 這個至少要有兩三個月 我們可以把中間這些程序 跑完 讓大家知道問題在哪裡 我們一個月的時間 絕對是探短 而且你可能連真意點 跟民眾都還搞不清楚 這個東西有跟我的制度做比較嗎 就是我的制度 在六個月前就已經開始了 為什麼民眾就公民投票 可以有充足的討論時間 原修正公民投票 公民投票日90日前 我先確定一件事情 但你的制度裡面 是不是時間變長了 但要直接案子也變多了 對 公告日90日後 但我確定 在目前我的比證裡面 是 目前的時間 跟目前的案子的比例 是不成比例的 在你的制度裡面 你是不是要不只能告訴我 但你延長 同時要處理更多案子之後 是可以 這個行政機關 或是公民條件 是可以負荷的 但我發現時間又比你更長了 就是 OK 這 總共的案件量 政府總是要辦變問題 好來來 我理解你的意思 我確認下一個問題 你有一個東西 收在人們的成本 會上升還是會下降對不對 然後你剛剛在表想 主張一件事情 就是政府 人民的資訊變多 這一次我發現有實證 這個沒有實證 這個還沒有要實證 我只是想要先問你一件事情 你說 你想像不到任何一種人 會打算不法大選對不對 就是 對提案而已沒有有用 那你剛剛是不是講了一件事情 如果不法大選的話 會有一群人 因為成本的關係 不法學去投票 對 所以我好奇 在你的制度裡面 決定一個公投案 要綁大選 跟不綁大選 是提案的人對不對 對 提案的人 又不要再 OK 所以如果一個提案的人 希望他的案子 不要有學生族群 不要有DJ 讓你回去投 他就會分開來辦 對不對 有可能 有可能 還是這樣公平嘛 但你放的世界底下 就是 這邊是我們兩邊的世界底下 沒有差別的地方 來 沒關係 我放的世界底下 至少有兩個群子 你放世界底下怎麼樣 DJ來你都回不去 我先確定 在你的制度裡面 你似乎也不覺得 我們這些人只嚇得他 不起成本 我只是說 這麼重要的事情 不是啦 他們只怕被爛人搞 你們世界底下 就算是好人 決定 你的制度 他們制度 不知道為什麼 就想要容忍爛人的空間 因為 因為就是不能拖太強 然後就點太行 沒關係 這個問題我確認完了 在你的制度裡面 人家會有你在意的 逼他會發生 有可能 但這是比方小 網家訊明下一個層次的問題 你就成本的部分 你絕對比不出來 對不對 對 好 那我好奇一下 在你的制度裡面 你是不是一來 要開更多的編論會 二來 要找更多的選務人員 如果你按照現在這個經驗不夠 狀況仍然會出現的話 就不會有證明 2018年還有皮害 所以你要做到沒有皮害的話 你仍然要比2018年花更多的錢 沒有錯吧 我剛剛講了 就他的選務人員 單純的提高 而且當時有很多一次性的支出 例如說折口 這種一次性的支出在今年就不用在 好好好 那我 就是他有很多一次性的支出 我先確認一件事情 在2018年的支出的部分 他的2018是特殊的狀態 他無論在支出 2018年的支出的部分 跟分開舉行 你不是一樣 沒有他 那你的舉行在哪裡 我剛剛一遍你表著 手指就一直在說了 2018有很多的特殊性 特殊性 除了折口還有什麼 就是一次性支出 然後你不需要再有再一次的訓練費 然後包含了 你今天的經費可以動用的比較快 你不用等到很壓縮的時間 才拉高價錢去請他 所以你比較長的時間去請他 在那些支出沒有變的情況底下 你要比我方多負擔變得會 比我方多負擔 可能更多的訓練 我從覺得就算不出來 OKOK 好來我們再去 你方算了 沒有 因為在兩個制度底下 都會有折通的才做成的 這不太好 我幫你知性 我確定最後一個層次的問題 你說可以討論對不對 會啊 那我好奇問你一下 你討論的舉證寫了什麼 我來看 他就寫他就是增加 只有增加資訊的搜尋量 還是有增加這加理性討論的量 增加資訊搜尋量 沒有證到政治知識對不對 對 沒錯 但是你方的那個主 政府鬼要這樣苛責我的話 你的那個所有更多人 我理解啦 我或是想要確定你的利益到哪裡而已 所以我確定喔 在你的態度裡面 你覺得如果公投榜大選 可以增加大家的搜尋量 是你希望主張的利益 這樣嗎 可以是一個理論 好 那這可以帶來什麼樣的好處 就是讓大家可以更 能參與其中 然後就是做出更理性的決策 就是如果他來 多搜尋3%的資料 對 就是你想要主張的利益 而這個利益的體驗 只是看你資料 資料的好壞不確定 資料內容也不確定 你要說的是這個 雙方的世界底下 資料的好壞都有可能 就是好壞 但是他有更多人 我只是確認你想真的是 你說啊 你如果要覺得 搜尋更多資料 還不是利益的話 你發了第一個問題 最後確定下一個事情 你幫你們提到 我剛剛二變剛剛的舉證 是在總統大選 跟立委和平舉行的時候 立委的新聞 列亞其實不懂 我剛剛回應了 這個東西不能累 因為不會有這檔總統化的 OK 好 謝謝 好 站長我把它分成三塊 第一塊叫做成本 第二塊叫做政治參與 而政治參與底下分成量跟值的部分 我先從成本的部分開始討論 這個部分我覺得 這方完全混淆了一個概念 叫做建制成本跟實作成本 什麼意思 這方的所有比較都是建立在 不會發生公共投入的狀況 等一下才能夠證明錢會變得更少 可是如果公共投入 你看我只要有一案 任何一案 是在一到六個月裡面 可能基於他說的那個理由 他不想要讓學生族群 跟各類的族群拿去投票 他就沒辦法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在建制成本上面 你也得做 我也得做 雙雙在建制成本上面是一樣的 問題是什麼 問題是你把大請跟公投 全部都擠在一起的時候 特別容易發生我方所說的那些問題 比方說前面講到的成本會炸裂啊 那你要不斷的加錢 甚至要找額外的選務人員 這件事情你是至此都沒有回應的 所以我先確定 我沒有要證明到他無法觸破 可是只要我證明出來 他相比雲林 他來得更高 這個厲害就是我方能夠得證 第二個部分 就是處理這個 你說的參與成本這邊 在成本這邊分成兩個層次處理 第一個層次是 為什麼他們會在其他的時間做 我方覺得還有另外一個理由 就是議題是有熱度的 比方說現在的那個萊豬議題 我如果現在能夠把他提出來的話 大家可能比較願意通過 或是在死刑這個題目的討論裡面 每次一發生這個殺人案的時候 可能這個時候民意會比較沸騰 這時效本身就是一個利益 他們可以做這樣子的水滴旋船跟考量 在你的世界裡面 公投的運作方式是什麼 大多情形底下 他都必須依賴人的力量來去帶議題 可是在我的世界裡面是什麼 議題來帶議題 為什麼我覺得這兩件事情可以比較 是因為台灣是一個普遍喜歡 神話自治人物的國家 也就是說 大家去投公投議題 很多時候在大選的情境底下 說韓國瑜說 這個我們反投 韓國瑜說我們身外要投哪一個 蔡英文說我們要投哪一個 你基本上沒有去思考他就是議題的那種 被帶動的是這種情境 而議題帶議題的人 這些人的本質跟這些人的特色 就跟林芳所描述的不同 因為這點他再度的是特定議題 他喜歡從事情去看世界 而不是從人往下看 所以 我先確定在第一個詞字上面 如果說兩邊的參與成本 是比不出來的 至少在參與的值跟參與的內容上面 我覺得是反抗者理 第二部分我們來討論量的上升 量的部分我覺得 我方其實這邊可以讓不掉 所以我確實承認 你的投票率會比較高 可是我在質疑的一直都是 你那份資料裡面所說的這支參與 它換來的好處是什麼 你說這個國 這個國際組織說好 我這個分數很低 或者是我可以把這個分數打高 然後呢利益是什麼 重點還是在正方到底告訴我們 提高的這個政參與 如果有利益放在哪邊對吧 正方那邊就要發起挑戰 我方覺得 不投票這件事情 其實也有可能是一種表態 或是正不看人民的方式 那象徵了什麼 那象徵人民沒有這麼在乎這件事情 所以 對國家來說 為什麼代議民主要存在 大家應該聽得很清楚 正方三變的說法叫做什麼 直接民主是代議民主的補充 這代表是代議民主失控 跟極度偏離民意的時候 我們需要用直接民主 來去抗衡跟制衡它 而不是說隨時隨地 我都已經要用代議民主來解決問題嘛 所以 如果公投做不了什麼樣 那就不要做啊 因為我們讓代議民主 跟代議室來解決問題 不就好了嗎 你是硬要讓公投不關 會造成什麼結果 比方說以上次公投的第七案 跟第八案來講好了 依據目前的政府規劃 增加核電啊 運電啊 這都不是一兩年能夠做到的 而近期林口三號的 燃煤機組即將要商轉 可是第七案說什麼 我們每一年火電站 一定要降低一趴 所以 對於政府來說 它的長期能源轉型 是有設計的 它每年增加的下降 它都是為了要達到未來這個非核 或是能夠降低總體污染的這個願景 可是你斷然的讓這些 不理解議題的人民進來 它其實是透過直接 能夠在侵蝕代議民主 我覺得這是一個避害 因為對於台灣來講 整體的主幹 本來就不是每一件事情 都叫人民公投就好 有的時候公投不過 才是最好的答案 第二個部分 我來跟另方討論這個 這個氣保的問題 另方在氣保的工坊 其實就講說 你覺得特略投票是可以接受 OK我方接受這個挑戰 我們就來討論 特略投票為什麼我覺得不好 這方所講的民意代表性 民主代表性 他在講的都是什麼 就是民眾投下這一票 真實的表達出了他的意向 可是氣保或策略性投票的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 他其實更希望 另外一個候選人上 可是因為某一些原因 因為某一些其實跟 這個候選人的好壞 跟他的品質無關的原因 導致他把票投給另外一個人 所以我先確定 對於這個人來講 他沒辦法做真實投票 這叫什麼 含淚投票 第二種情境是 對於那個被選舉人來講 為什麼丁守中在選完 都會一直跑出來靠杯 就是因為 至少在沒有 邊投票邊開票 他是有可能選上的 可是因為你的這個改變 導致他沒有辦法選上 你要對他負責嗎 這方就在這兩個層次上面 你只是說他核心 核心不代表他是一件好事 如果林方沒有辦法 在這場比賽裡面 告訴我們 為什麼策略性投票 能夠達成額外的利益的話 我覺得這個單人 目前就是展方能夠收下來 最後一個層次 我方想要告訴各位 為什麼我方覺得 討論的品質這件事情 雖然在結果論上 確實如同正方所講 我們沒有辦法 知道討論品質會高還是低 可是造反方的做法還是比較好 像是我們那個國家 或我們的立法單位 有沒有足夠的時間 告訴人民我們想做什麼 我們想想看 4次7次8號施刑法 為什麼很多人在 這個法律通過之後 他們都抱持了 不能夠接受的態度 是因為那些投反同公投人 一開始並不是希望看到 4次7次8號施刑法通過 所以如果一開始 立法院或是行政院 能夠告訴大家 我要怎麼做 這個時候其實才能夠 讓後續的討論 變成是平整跟合力的 我方當然沒有辦法證明 討論必然會變得比較好 可是有些刑事主義的事情 你起碼要先做到 你連政府具體的人會怎麼做 你這個法條怎麼讓人家看到 你都沒有辦法做好 你就跟我說 大家會增加搜尋 那就能夠正成利益 我覺得非常不合理 這應該才有反方的方式 來評估更好 謝謝各位